魔性肾病能根治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鹏 红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肾脏内科副主任医师 总体来说 其实是要根据他的这样一个病理类型 以及他临床表现 还有他的病理改变上的 急慢性程度这样划分 一般来说 那么对于治疗反应性比较好的 那么病类型比较轻的这些人群 总体他的预后还可以 那么我们说这一部分人群 大概有30%多的人群 是经过治疗可以完全治愈的 那么也有30%多的人群 有可能他会进入到中国企省水 那么导致魔性肾病发病的原因 有很多有原发性的肾脏疾病 也有一些激发性的肾脏疾病 比如说淀粉样变 还有一些骨髓瘤 或者说一些肿瘤相关性的肾病 都可以表现为不同程度的 这样一个魔性肾病的一个病理改变 但是他们和原发性 塞氧球肾炎导致的魔性肾病 它总体来说 它的预后是差别很大的 那么就需要针对它导致疾病的病因 进行有效的这样一个诊断和鉴变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